第三十一题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好奇物质的组成 经过近代科学不断的实验证明 才逐渐了解物质内部的组成 有关此研究的科学家及其发现如下 甲·汤姆森发现电子 以道尔顿提出原子说 丙·查队克发现中子 丁·拉塞福发现原子核 请依原子结构推测其研究发现的年代 由早到晚先后顺序为何 那我们晓得我们的道尔顿的原子核 是最小提出的 所以先开始是乙 然后呢 J.J.汤姆森发现了电子甲 接着呢 拉塞福做实验看到原子核 最后也发现了直子 这又是所谓的丁 最后是查队克发现中子 中子不带电 所以他最难被发现 所以发现的次序是乙 甲丁 因此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 请依原子结构推测其研究发现的年代 由早到晚先后顺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 朱 乙 甲 丁 丙